连骨一起吃的小鱼 为什么我们说吃小鱼好啊 因为小鱼不吐刺 就把这个鱼骨里面的这些钙也一块都吃了 所以它的含钙量很高 它是补钙的一个含钙量高的食物来源 但是补钙好的食物是什么呢 最突出的就是奶 今天你敢不敢喝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奶确实是一个钙的良好的食物来源 为什么因为乳糖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那么还有一个食物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骨头汤 骨头汤补钙 尤其是到这个孕妇分娩以后做孕 更是要煮一些个骨头汤 鱼汤什么排骨汤等等这些 那么骨头汤到底能不能补钙 我们说骨啊 骨是钙的难融的复合磷酸盐 这么难融于水的骨 你想把它泡在水里 然后加热孤度 孤度孤度 然后你就想把里面的钙融到水里面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曾经有一个实验 是什么实验呢 就是要分不同的这个砂锅 摆很多砂锅 里面加上不同量的骨 同时加上不同量的水 也就是说有的很浓 有的很轻 煮不同的时间来做比较 最终发现 从那个骨量最多 水量最少 煮的时间最长的那个骨头汤里面 测出来的钙的含量 其实跟自来水没有区别 甚至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有一种对比 就是说你要想通过说使劲的把这个骨头汤煮 煮得更久 让它多融出一点点钙 说你这一天要想通过这种汤 来补够这个一个人一天 盖的所需 需要喝多少汤呢 大约就是我们单人的浴缸 五个浴缸 能够 能够这一个人一天 最基本的那个盖的需求 所以大家了解到这个食物 有这样的特点以后 我觉得你其实不需要通过骨头汤来补钙 骨头汤有没有营养呢 有骨头汤的这个营养呢 在于它能够补一些个蛋白质 一些经过长时间熬制 分解的成氨基酸的这种营养物质 以及一些脂肪溶解在这个汤里 大家熬鱼汤 我们都讲究熬的乳白色对吗 熬乳白色 乳白色是什么 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就是脂肪 你一定要有脂肪 并且煮成了一种跟水交融的这种状态 它才产生这种乳白色 所以你不煎的鱼 熬的鱼汤 就不容易白 必须得煎 煎完了这个鱼以后 它带有足够的脂肪 你再来去煮这个汤 它才容易形成水乳交融的乳白色 所以它这个汤补的是脂肪 氨基酸这些物质 所以大家要知道 它好 好 但它不是好在补钙上 好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是说 我也注意到每日足量补钙 那么我就可以抑制我体内骨质的流失 于是我因为骨质疏 而导致的骨质流失引起的骨痛就被遏制了 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 说我现在已经有了骨质增生 那我怎么补钙才能够抑制我这个骨质增生的带来的困扰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办法 我估计可能大家头脑里有一种想法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说你那个比如说膝关节 膝关节里面有骨刺 大家想可能是不是有一种手术 有一个小刮刀 或者小刮勺 把这个膝关节打开 然后我把这个骨刺给它刮下来 这样不就好